好,那您進到13頁之後啊 我們先看一下就是 那個 嗯哼 的這個介紹我稍微跟大家說明一下 嗯哼的話其實那時候 是那個Evernote的創辦人 在疫情期間 他就發現大家用Google Meet啦 Teams啦 這些 線上開會有沒有都覺得好置試喔 因為大家的 位置 就固定在右 可能在右手邊 或就是這樣一格一格的嘛 所以感覺起來就是 排排站好 但是 好像就太自視了一點 比較沒有一些 就是 彈性的空間 那他就開發了這樣的一個工具 那當然經過這幾年的一個轉換 他本來是 電腦版的功能比較多 然後呢線上版的功能相對比較少 可是呢 現在顛倒過來 現在 反而是 他 原本是走兩套軟體的版本 那後來就是 把電腦版的那一塊捨棄掉了 以線上版的為主 然後再把線上版的轉換成電腦版 那這兩個 現在只有差兩個地方 線上版 線上版 他跟電腦版 第一個差別就是 線上版的 他沒有辦法當作是 虛擬的網路攝影機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的畫面變這樣子 對不對 那我可以把這個當作一台 虛擬攝影機 就好像我們在用OBS一樣 我們OBS安裝完也會多一台虛擬攝影機 他就可以把 你做好 合成好的這個畫面 當作是一台攝影機 你在線上會的時候就可以用 那我們的 那個安裝版他就有這個功能 就跟OBS相同 對對對 那第二個不一樣是 線上版有中文 安裝版沒有中文 就差在這樣子 現在就真的只差這個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用到什麼虛擬攝影機的功能 那我就會建議大家 其實就直接用線上版就好 所以我們剛剛請大家 您就直接到上面這邊 對不對 打開這個線上版就可以用了 那關於這個 的一些延期的紀錄 最近 剛好有去那個 那個台北市教室延期中心有講過 那 還有之前在 民廠大集的文廠都有講過 如果有興趣的 也可以直接從這邊參考 那剛剛呢 有請大家先幫我們把 帳號註冊好了 對不對 OK 那 簡報14頁這個差異我就先暫時不講啦 差異這個比較沒關係 因為舊版本現在大致上不會去用了 我們就只介紹新版本 新版本在這邊 您看一下 在這裡 那我們的 嗯哼呢 它不只可以做 螢幕的錄影 它一樣可以做線上位移 那跟我們Google Meet的差不多 我們Google Meet的不是現在 如果你沒有付費的就是 預設50分鐘嘛 一節課 它短一點點40分鐘 然後呢 最多 它算是寫5個啦 但是我自己實際測試 差不多12、3個都還可以 所以它不是用來做那種 像Google Meet或Teams那種比較大型的 它是做這種小型的 因為它走的是像辦公室 就是我可以比較 不一樣的小型的多地方的這樣 就是直接連線的 那再來就是 它 免費的帳號 每個月可以輸出 5個錄影檔 也就是說你可以錄5個檔案 然後呢但是重點是錄影的長度沒有限制 你可能第一次錄 10分鐘 第二次再錄 錄進去就同一個檔案我會繼續錄下去 一直錄到 你的 需要的時間為止 可是呢它就是最多輸出5個檔案 好 然後 它的檔案呢 也就是說你錄好檔案它現在都是 拿到雲端 因為它的剪接功能也做在裡面 所以它只要在你電腦裡面錄好之後它就自動傳到雲端上去 就OK了 所以 老實講我自己在用 也沒有超過這個額度 所以其實還好 還好 就看 老師的需求 這樣子 我們呢如果老師 你想要升級成教育版 每一個帳號都可以 取得 一年的使用期限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想要把它試看看升級教育版的 你就可以直接升級 那升級只是差在剛剛那兩個限制取消 就是 會議的時間 加上那個 錄影的 那個 檔案數量 比較沒有那個限制 就這樣而已 那我的扣打已經用完了 所以我們就免費版就好了 所以這個還好 就看你自己 你可以 我是建議先從 免費的方案先試看看 好用 你要申請 你再去申請 都還來得起 真的覺得 時數不夠的 有一個公開的秘密嘛 就是兩個帳號三個帳號 對不對 這也不是 什麼 罪惡嗎 因為 你看看你自己的Gmail有多少個 OK 好 那所以我們先把 這個 簡單的 介紹一下 然後他的一些方案 跟大家介紹 那麼 剛剛的大家如果 第一次註冊好了 應該會看到簡報16月這個快速導覽 有嗎 大家有看到嗎 如果不確定有沒有看到來看一下 在這邊 好就是你登錄之後按下啟動 應該會有一個 這樣子的 這個 從這邊 從這邊也可以再看到快速導覽 右上角有一個問號 這樣有找到嗎 其實 其實 他這個 我覺得還不錯啦 就是他後來有改版的 把這個教學的部分 讓你比較清楚的知道 你要怎麼去 設定而已 其實這個略過都沒關係 那你要找到就是從右上角 從右上角這邊再進來就好 好 這樣 都OK囉 可以 所以我們先讓大家 先有一些基本概念之後 我們準備就來動手做囉 先來動手做囉 我們先來動手做囉 谢谢观看